各位車室文化的讀者大家好 我們這次應國際富豪來到中台灣試駕這個 S60 T6 PHEV 的車型 那在 Volvo 的規劃裡面 在未來約過五到十年的時間 在全電動車時代全面來臨之前 他們會在這個時間推他們這個 PHEV 的系統 那這部 S60 配置了一個 11.6 KWh 的電池 那它用一般的充電裝充電 淵墨可以在四小時左右充滿電 那充滿電以後的最大續航力大約可以到 51 公里 那實際開起來的感覺如何 我們就上路來為各位介紹 好那我們現在實際在試駕這個 S60 T6 PHEV 的車型 那它的這個動力規格是由一具 2.0 升的雙增壓引擎 搭配一具設置在後軸的電動馬達而組成 那縱效馬力有 300 公里 我們剛剛提到說 如果它充飽電以後會有最大的續航力可以到 51 公里 那所以如果一般通勤狀況下在短距離的行駛下 原則上你可以完全用存電的模式行駛 那因為它沒有所謂的 EV 存電模式可以切換 那一般狀態下是可以切換到所謂的電能模式 那電能模式你要如何判斷你的動力 是否是完全用電動馬達在驅動 那在一標準中間傳統原本轉速錶的位置呢 會有一個油電錶來取代 那你可以由裡面的符號來判斷說 你現在是用電動馬達還是用引擎在驅動 那它這裡面有一個閃電的符號 如果你的指針動力輸出都在這個閃電符號 也就是電動馬達的狀態下 那就是都是用電動馬達 那如果你重彩油門到一定的程度下 有一個水滴模式 水滴符號亮起 那表示它引擎就啟動了 那大家會有一個疑問說 那它的電動馬達會不夠力 那像其實我們現在在一般道路上行駛下 那電動馬達的扭力是足夠的 所以不會讓你在行駛的一般行駛狀態下 會火腿或是動力不足 那它這個在純電模式下 最大的急速呢 可以到125公里 所以日常生活的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那像說在市區短距行駛的情況下 你會在通保電的情況下 可以用電動純電模式行駛 那如果你今天的旅程較長 那你就可以安排你的旅程中 在高速行駛下 或是你電量用完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切換到這個充電模式 那它就會利用引擎發電的電能為電池充電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如果在這個旅程中 你想要維持住這個電量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 都不想要讓電動馬達啟動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電量保持的功能 那它就會盡量用引擎去驅動 那等到你真的需要存電行駛的時候 你就把這些功能再切掉 那你就可以在市區 或是你覺得你想用電動馬達驅動的時候呢 就再用電動馬達來驅動 我們試過這個S60 T6 PHV 的車型之後 它的整體的節能表現 原廠給的平均要數據 可以達到55.1公里 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據 那所以BOBO認為 這是在全電動車來臨之前 是一個兼顧節能、性能 跟整個續航里程 目前現階段最好的選擇